光是那天落下來,那天就來兩次 喔喔喔喔 啊昨天也有來,你看今天也有來 他很關心 因為我們這樣子整個崩下來 二十幾年沒有這樣子耶 是噩夢 第一次 二十幾年前有一次沒這麼嚴重 這一次最嚴重 那聽我們這次的雨很大很大耶 對 有時候沒什麼停留啦 昨天早上還是進階性的大雨 也是就很大啊 我們台灣也很麻煩 就很大要怎樣 到時候還要再崩 他以前的那個擋堵牆是用噴 噴嘴裡而已 並沒有做什麼鋼筋啊 什麼整個給他老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他就是整個崩塌下來才看到 裡面都空的 現在我都看了 他不要看 這就是目前去我們車頭都刷走 我知道 我們現在目前要不要跳 後來這個汽車都做了 變成晴空 還要再用水水 我們先把這塊 這塊給他新鮮 從小三貓從外面直接去進 一台小三貓 然後另外樓下那個雨缺 要捅的 對啦 這二十四小時都要 這二十四小時就要看到笑 會會會 我每天都會來看 我每天都會來看 謝謝 謝謝 我前天昨天今天我都有來 對 我每天都會來 對啊 最主要是民生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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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抽出來 今天一天我們先抽 明天我再來看 搞不好明天可以再進來 好不好 謝謝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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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謝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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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區的必殺山水社區 在山土兒颱風來襲遭到重創 市長謝國良再度來到社區 關切復原進度 他特別按居民一起到頂樓勘查 因為這次的災害主要是 僅靠社區後方的擋土牆 在颱風好雨的沖刷下崩裂 大批土石泥流 灌進部分民宅的家裡 跟社區的兩處地下停車場 目前仍在持續清理環境當中 市長謝國良現場聽取 居民的需求後表示 市府團隊將和軍方 積極協助居民恢復家園 希望讓住戶能儘速回歸正常生活 明天我再來看一下 我明天早上也會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好不好 然後那個三貓要兩台 直轄市現在都有運三貓過來了 它不是有兩個停車場嗎 那一個停車場要一台 一個就是我剛剛在跟你的地方 剛剛那個第二個地方 你有跟我下來 就是我們每次 我們每次來看的這個地方 它要需要兩台 因為它裡面那個 這個需要三貓才能搖出去 我現在已經有叫 所以我需要兩台喔 好不好 那我明天早上會再過來看一下 好 謝謝 不會不會不會 你們辛苦了 我們是希望說這兩天 趁這個週末趕快把它弄一弄 好不好 它今天有打給我 你們有什麼事 我們有手機的 它早上打給我的 所以 你們再跟它說 如果有什麼在 你再跟我說好不好 好 哇 那沒問題 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後面那個冬土牆要怎麼做 後面我們就來處理 沒有啊 你看 我來冬天 冬天過了 過年過了就好 我知道 一定比較清明前以後 好 這如果真的大家幫我做 冬土牆的問題 我們後面我們就來去的政策 好不好 利用這個風災來做 現在不可以做 好 好 一定可以 我們今天先把這個救災第一 讓大家正常心 好不好 市長很關心 你放心 另外 由於地下室的水塔也被土石泥流污染 造成沒有乾淨的飲用水 市長謝國良表示 將先送瓶裝水給住戶應急 市府公務處也將協調水公司的水車前來支援 集合各種資源與力量 來幫助社區住戶盡早回歸正常生活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